耐克公司表示反对新疆棉花之后 国内体育界中 郭艾伦和意见联就陷入了风波之中 尤其是郭艾伦 作为乔丹的代言人 郭艾伦是CBA中为数不多的 可以穿里宁竞品上场打球的人 而受到此次风波 郭艾伦也是罕见的缺席了全明星之后 辽宁南篮的首场比赛 不少网友看到郭艾伦迟迟不出声 也是怒骂他就是为了代言费 但是国内知名篮球记者 也是在近日道出了内情 和国内一大批纷纷与外国品牌 解约的娱乐明星不同 体育明星的合约不仅包括自己 同时还有国家队层面 像中国男男 中国男族 中国女男 中国女族 都和耐克是合作方 不能因为郭艾伦的曝光度高 就只盯着他 让他站出来表态 其实这件事情的根本 其实还要看上级的决定 所以记者也呼吁大众 给这些体育明星们一些时间 不要太过于严格了 而对于国家队签的合约 中国族协倒是先摇明一步 做出了行动 根据足球报的报道 中国族协已经召开了紧急的内部会议 并且对耐克公司表达了强烈的谴责 但是由于国族与耐克签的合约 已经到了2026年 金额达到了10亿 因此具体要怎么调整 还是需要时间去解决的 因此中国男鞋这边 想必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吧 所以大家也就没有必要 再揪着郭艾伦一个人辱骂了 而你对于耐克在中国的未来 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你之后还会买他们的商品吗 本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您在评论区指示